各位朋友 大家好 歡迎來到這集的晚迷早晨節目 今早跟大家說了幾件事 其中一件事是關於迪基亞 最初只見到Ferbizio Romano發表 後來找回迪基亞接受了歐洲租業的訪問 說了幾多東西 所以這次會和大家分享 講迪基亞訪問之前 也要講到一件事 也有一點花邊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 但在左上角 我們對列斯聯那場比賽完場之後 普巴捕捉著Buno聊天 兩兄弟密密針 有記者看到這件事拍了出來 亦有他的估計 會不會是因為Buno 我們第四個入球 Buno迎接歌球時 用右腳撕高的球 撩過後衛 然後把球交給艾玲加四入 他說這個個人的動作 其實普巴也挺喜歡用的 不知道是否兩兄弟在討論 你抄我的計劃 但無論如何也好 足以證明了 其實普巴和Buno兩個 第一 老有鬼鬼 第二 大家都對於大家都比較認識 所以這件事是一件好事 即使普巴明年離開萬聯的話 其實我覺得在這幾個月的時間 希望他們可以盡量發揮他們的合作功能 令萬聯贏更多球 好 要講一下迪基亞的訪問 迪基亞訪問說了幾多 最經典的一句 我見到很多地方都拿出來 說我很喜歡這個事實 我就是在馬德里出生 但說到尾 這也是一個城市 我現在感覺到 我是好像來自曼徹斯特 這件事其實真的挺有趣 因為我們經常都說 很多球員很不喜歡 曼徹斯特的天氣 或者不習慣 但迪基亞 來了這麼多年之後 覺得自己來自曼徹斯特 那16強 其實大家不知道 記不記得 其實他是來自馬德里 甚至乎他的舞會 就是馬德里體育會 所以這次其實是倒戈的 不過他實在來了萬聯太久 他自己也說自己是萬聯人 其實 2009年 2010年的歐霸杯 他已經是代表馬體會 拿到了 以及拿了2010的超級杯 當時的領隊就是 KK Sanchez Forrest 大家應該記得 這位領隊 也相當出名 但是他現在說 來到這個時候 就不能這樣了 他說 我現在感覺到 當你在曼徹斯特 他 即是說他 不是我 在曼徹斯特的時候 感覺到大家都喜愛你 以及很歡迎你 我在曼聯實在太多年了 雖然很多事情 在生命上都可以發生 在這個世界足球圈裡面 但是呢 我真的見不到 我自己會離開曼聯 今早都說過了 所以 軒仔真的不知道怎麼搞 究竟要離開還是怎樣 因為 一直都要跟這位 門將去競爭 這個曼聯的正選位置 但是 當然 今次去到馬德里 我就回家了 回到一個球會 就給我一個機會 令到我成為現在的我 因為始終那個都是他的 彈起那個球會 但是這一場球 只是另一場球 每個人都想踢得好 我們一定是想贏 因為這個是歐聯的賽事 當然 我也祝馬體會好運 但是我也不知道 對他們是一個 好還是不好的徵兆 或者一個現象 總之 每個人都很想贏 尤其是我 他說 當時來說 他回憶了 我本身是一個 第三門將來的 之前就是 Cergil Asensio 和 Roberto 但是 我永遠都 有一個信念 我 就訓練很多 也都盡量去 有什麼要改善就改善 他自己的心裏 就想著 我在這裡 我是年輕 我是夠厲害的 夠好的 做得 所以他一直都 等待這個機會 有一點點 Roberto 不幸運 就受傷 所以 他就有個機會 可以證明自己 當時的領隊 來到的時候 整個球隊的 改變了 我們一直 贏球 贏球 有一個時放 Azenso 和我 兩個都可以 踢到上陣 領隊就選了我 然後 我就差不多 一場都踢了 我們也去到歐巴盃的決賽 贏了 我們也去到西巴牙盃的決賽 但可惜我們輸了 但起碼我們也去到決賽 之後也贏了超級盃 這件事 跟著說這件事 我想大家會有些興趣 就是什麼呢 迪基自己怎麼看 當我最初做門將的時候 最重要是不要讓人進入你的球 如果你有些才能 如果你的腳發一翻上下 或者你有些視野的話 其實是很厲害的 其實我覺得 我自己的腳下功夫 我自己都有信心 在從後那邊 插球上去 其實我都OK 當然 整隊球要一起合作才行 也都是看看領隊 以及我們的打法上高 是否需要 在西班牙 我們經常都是一個高位防守 所以我也很習慣 年輕的時候也是這樣 在曼聯的時候 我們都會踢一個高位 尤其是 始終 有些對方的球員 會很快 也很有能力 所以如果前面的迫搶 做得不好的話 你後面就會有問題 但站在龍門的立場 你是需要出來殺球 尤其是 如果有很多 是劏穿了的直線 或者情況之下 你會要出來殺球 幫助你的後防 另外 最後也提到自己 為何喜歡一些音樂 簡單來說 他什麼音樂都喜歡聽 也說 他自己跳舞 不是很厲害 不過也是不錯的 所以我覺得 迪基亞也說給大家聽 其實 他自己是對自己的腳塊 是有點信心 而且 他也知道要出來殺球 老實 我想 他現在給我們看到 都真的有這樣的情況 很明顯 今屆 他出來殺球 做的動作多了 至少 他在訪問的時候 可以告訴大家 我覺得是一件好事 我自己覺得 都還記得 不知道大家 對迪基亞的印象是怎樣 我自己覺得 都是 感覺都是很特別的 因為有上有下 我都很記得 他最初來到的時候 我最深刻印象的一宗新聞 就是 他去了一些類似麵包店 就去拿別人的豆腐來吃 別人就說他偷東西 其實他就說 其實他不知道 是要付錢才能吃的 類似的東西 就是一些 最初來到英國 不習慣 就是一些文化上高的東西 當時都一口少 最初也是 一路都說 他迎接高波 不太好 但是後來 費Sir也都信任他 他也是 好好用了他的長處 告訴大家 他做到事情 接著之後 連續幾屆 就是拿了這個最佳球員 也都在曼聯低潮的時候 其實他也幫了曼聯很多 但是去到對上兩三屆 他開始 不知道是信心問題 還是狀態 還是怎樣 就很多大的脫漏 記不記得嗎 連續 我也做過一集 就是剪掉他的脫漏出來 都幾誇張的 多度 都幾漏得幾厲害 最慘的是什麼 我經常說 做門將的話 你脫漏不是最尷尬 或者不是最嚴重 最脫漏而令到球隊 輸球或者失分 才是最嚴重 那現在那時候 真的幾多 因為你脫漏 譬如你贏2比0 脫漏一球 變回2比1 你還是贏過 大家沒有那麼印象 深刻印象 但迪基日當時 真的很多次 令到球隊輸球 但你端猜不到 你看到迪基日 也是一個很有 決心 或者很有信念的人 如果不是的話 他不會 好像打回今年的情況 因為早幾年 其實信心 真的失得很厲害 我對他也失望 其實說真的 但想不到他今年 這麼巧 軒仔又受傷 他自己 因為生小朋友 就給了一個機會 軒仔 誰知道軒仔 因為病了 而令到他又拿回一個機會 還要像今年那樣 把握得相當不錯 其實我想 尤其是現在來說 蘭利克最多謝他的 要不是迪基亞的話 蘭利克是拿不到現在的成績 有時候很難說 球員的事情 真的 說不買 一命二運三風水 希望 迪基亞繼續踢下去 我經常都說 我很希望 迪基亞和軒仔兩個龍門 我們都可以保持 以及給兩方面 都有上陣的機會 多些 但實際上 很多人都告訴我 包括很多萬聯的領隊 都是這樣說 這件事是不行的 那沒辦法 唯有二選其一 始終迪基亞還是有幾年 但軒仔能不能等到這麼久 我真的回答不了你 無論怎樣也好 明天才會再講 詳盡的關於 馬體會長波的事宜 只能夠有少少端倪 看到馬體會 絕對這場波是有備而來的 希望蘭利克可以 有相對的 對策 如何應付 西夢尼這個老奸句話 OK 不過好像 難怪阿老的西夢尼 OK 今次來到這裡 多謝各位收看收看 拜拜